作者 默默 眼波人 俱武八雅居 第2355集 怎么怪怪的 伸手谈了谈被弄褶的衣衫 杨开挟视着他说道 想学啊 南门大军不迭的点头 犹如小鸡琢米 两眼中闪烁着求之若渴的光芒 我可以教你啊 杨开微微一笑 南门大军当即神色一宿 整了整衣袍一击倒地 请杨师受我一拜 可是你能给我什么 杨开反问道 南门大军苦笑道 你想要啥啊 我手上有不少元经 元经我多的是 杨开不屑道 那我用其他阵法与你交换 我用一些流传自上古的阵法 威力无穷 变幻莫测 没兴趣 南门大军哭丧着脸说道 那你要什么东西啊 杨开摸着下巴自语道 我灵霄宫创建一时 正好缺一个首席阵法师 南门大军文言脸色一变 不叠地摇头道 这不行这不行 我向来孤云也喝惯了 真要是入了宗门 怕是会给杨大师和贵宗添麻烦的 那算了 不等他把话说完 杨开转身就走 杨大师杨大师 有话好好说呀 南门大军又要来抓杨开的衣服 自己考虑考虑吧 诸事自然 我不会强求的 杨开身形晃动 很快就跑远了 两人虽然都是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但南门大军主修阵法之道 岂是他的对手 凝视着杨开远去的背影 南门大军忍不住跺了跺脚 一脸懊恼 冰心谷内处处阴阴艳艳艳 辣煤飘香 上次冰心谷虽遭一大难 但欲获重生之后 更增添了一份凝聚力 所过之处 众多女弟子们 大多都在修炼切磋 奋力提升实力 见到杨开之后 借到恭敬行礼 口呼见过杨大人 他们似乎全都认得杨开 毕竟上次可是杨开力挽狂澜 拯救冰心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少弟子都见过杨开的真面目 纵然没有亲眼得见的 也都见过他的影像 此刻乔他果然年纪轻轻 风神俊朗 身形阴伟 自是乔得目不转睛 更有胆大者 明媚秋波不断 让杨开大感吃不消 冰心谷纵然不错 但毕竟都是女子 阴盛阳衰了一些 许多女弟子自小在谷内生活 从未离开过冰心谷 连男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但以后灵骄宫壮大起来 或许可以跟冰心谷联姻一下 冰心谷这许多阴阴艳艳的 每个男人疼爱也挺可怜的 这个主意不错 想来冰云前辈也不会拒绝 毕竟冰心谷本身并不尽嫁去 只是嫁出去的便不再是冰心谷弟子 行至中堂走廊 前方人影一闪暗箱袭来 一个面容清冷的女子 忽然出现在阳开面前 冲她轻轻点头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 听说你找我有事 阳开望着姬瑶问道 师孙找你 姬瑶说了一声 目光瞥向阳开身后的根屁虫 疑惑道 这位是 她见祝勤身形小巧 却是身材饱满 面容更是绝色 心中忍不住有了一番比较之心 杨开出去才几个月 居然就带回来了一个绝色女子 而且看样子 这两人似乎还很亲密 否则怎会带她来冰心谷 莫名的心中有些恼火 不用管她 杨开也懒得与她介绍住情 龙女这身份 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了 姬瑶瞧了杨开一眼 没了之前的清静之意 忽然变得些许冷淡 随口道 随我来吧 居然连介绍都懒得为自己介绍 几个月不见就变得如此身份了 又或者是因为有了新欢的缘故 转身带路请 杨开快步追上 说道 进来可好啊 鸡摇淡淡道 有劳挂你 一切安好 感受到那股冷意 杨开莫名其妙 挠了挠头 索性也不吭声了 免得自找没趣 待到移动宫殿前 杨开顿下步伐 回头望着住情道 你等着我与冰云前辈有些事情要谈 助情不信任地望着他 你不会趁机跑了吧 杨开痴笑一声道 我没做亏心事 我跑什么呀 助情这才微微汗手 安静地站在那里 姬瑶望了两人一眼 嘴角忽然一瞥 入了大殿 果然见到了冰云 几位弟子在服侍在旁 似乎是在商议着什么 杨开上前见礼 冰云微笑道 都不是外人 不必客气了 走 杨开落座在旁 问了一下刘先云的情况 得知他最近一直在闭关修炼 为冲击道元三层镜做准备 心中甚安 刘先云虽然是来自大荒星域的 但毕竟与他同患难 共生死过 有着一番交情 他能败入冰心谷 也多亏了杨开的引荐 自然是要多关心一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 刘先云本身 就是从下位面星域过来的舞者 资质天赋出众 只要修炼资源能够跟得上 晋升帝尊镜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 冰心谷无论是看在杨开的面子上 还是看在刘先云本身的优良资质上 都会不遗余力地培养他 你最近回了南狱 冰云问道 他记得上次杨开来磁行的时候说 是要回南狱的 嗯 回了一趟 姬瑶端着茶水走过来 放在杨开面前淡淡的 还带回来一个女子 师兄不用叫她进来 给师尊引荐一番吗 以后说不定还要尝尝来往 冰云愕然地望着姬瑶 几位师姐妹也是表情奇怪 总感觉姬瑶今天 浑身上下有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敌意 诸多神念往外一嗓 果然察觉到店外站着一个女子 冰云道 来者师客 杨开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留在外面 前辈不用管他 那人很麻烦的 杨开也解释不清 鸡摇道 定是师兄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 所以才会这么怕他 我怕他 杨开宛若被踩了尾巴的猫 浑身炸毛 真是笑话 姬瑶逼试着杨开道 那就是说 师兄真的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 哪有啊 秀得胡说 杨开脸一红 连忙端起杯子 喝水掩饰窘态 安若云等人在一旁察言观色 互相瞧了瞧都微微汗手 似乎是看出了什么来了 姬瑶冷笑道 果真如此 有正色道 师兄 你若是对哪个女子使乱忠气的话 我以后必定不会理你 杨开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叫蛆道 没有的事啊 妖儿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姬瑶不理 转身丢给杨开一个后脑勺 杨开放下茶杯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心中无语 转头望向冰云 岔开话题道 前辟找我有什么事 冰云汉手道 你可知 弥天宗和驴龙宫两大宗门 似乎听闻过 杨开仲美想了下 府长道 北域的宗门 他在北域活动的时间不长 活动的范围也不大 不比对南域那边知根知底 所以对北域的大多情况 都并不是太了解 最了解的也不过是 冰心谷和问情宗了 乍一听到 弥天宗和黎龙宫还没反应过来 不过仔细一想 立刻记起 这两大宗门的底蕴和实力 并不比问情宗差上多少 算起来也是北域的顶尖宗门 都有帝尊三层镜的强者坐镇 杨开仲美道 前辈忽然提起这两大宗门 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自己如今在北域开宗立派 弥天宗和黎龙宫 既然也是北域的顶尖宗门 那么日后肯定是要互相打交道的 搞不好还会有一些竞争和摩擦 他们不比冰心谷 冰心谷与杨开关系极深 不可能会发生冲突 冰云道 凤岩整个新界 东域有幽魂大帝的幽魂宫 南域有明月大帝的新神宫 甚至连南西域 都有夜影大帝的影沙殿 各大顶尖宗门 接对这些大帝宗门 扶手成城 听从号令 尊从管辖 唯独我北域没有大帝宗门 这是为何 杨开奇道 之前还没考虑过这些 如今听冰云这么一说 才忽然发现确实如此 冰云道 我也不知 可能北域许多地方太过严寒 不如其他地方物资丰富 不适合开宗立派吧 顿了一下接着道 不过我北域虽然没有大帝宗门 却也有一位大帝 那便是妙丹大帝 杨开微微汗手 这个事情他是知道的 妙丹大帝常年居住在北域的耀丹国 话说回来了 他之前还得到过 妙丹大帝三弟子公孙木 遗留下来的传承 若非如此 杨开对星界的草药 也无法如此了解 正是因为得了 那公孙木留下的遇见 和各种丹风 杨开在炼丹之道上 才能这般如雨得水 不过当时在得到那传承的时候 却被公孙木设置了一道禁制 打入体内 想要解除那禁制 必须在百年内 修炼到帝宗三层境 或者去找妙丹大帝解除 公孙木辞去 不过是想让杨开 给妙丹大帝传个话 告知他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请妙丹大帝 将他重新收入门墙 只不过那禁制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对杨开造成什么危害 他也就没有去理会 反正距离百年期限 还有很长 而且他也有自信 在百年内 修炼到帝宗三层境 自然无需去麻烦 人家妙丹大帝 兵云道 这么多年来 北狱四大顶尖宗们 一直维持着一个平衡 本宫失踪多年 兵心谷虽然遭到一些打压 但好歹也勉励维持了下来 但是如今 这个平衡 却被打破了 打破的平衡 无疑就是被灭的 问情宗 扬开扬眉道 那又如何 兵云呵呵一笑道 对我冰心谷来说 自然是没什么 问情宗 欲灭我冰心谷 反被灭之 也是咎由自取 但对那弥天宗和黎龙宫来说 却就有问题了 扬开神色一粒道 他们难道还想找麻烦不成 兵云道 你能灭掉问情宗 未必就灭不到弥天宗和黎龙宫 他们担心 也是正常的 他们欲如何 联手与我作对 兵云笑道 尘王痴寒 抱团取暖 却是正常的 最近他们两大宗门 走得很近 或许会有一些行动 杨凯冷笑不迭 他们就真不担心 火会灭了他们 兵云正色道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你灭了问情宗 得了问情宗那么大的基业 和数万年的储藏 换作是谁都会眼红 不过也不一定 或许他们只是联合起来 好让你有所忌惮 免得你野心勃勃 又要一同北域 我可没那个心思 杨凯摇了摇头 他留下问情宗的基业 也只是为了故土人的考虑 哪会去想着一同北域 没有大地的威望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事 兵云叫杨凯过来 也只是给他提个醒 并没有别的意思 见他自由打算 自然也不多说什么 杨凯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上次问情宗 为难兵辛苦的时候 这两大宗门出力了没 兵云瞧着他 反问道 你觉得呢 杨凯心头了然 知道这两大宗门 就算没有出力 恐怕也在暗中 推波出栏了 否则问情宗当时 怎么会一下子 招揽到那么多帮手 说不定那些人当中 就有两大宗门的弟子 真是可恶 早知道 就不应该那么轻易地 放过他们 应该好好盘查一番才度 弥天宗和黎龙宫 都是北域顶尖宗门 应该有不少储藏 各大宗门之间 明争暗斗是正常的 他们驻问情宗灭兵心骨 明显也不在乎什么平衡 如今自己占了 问情宗的地盘 表现出了强势 他们倒是担心起来了 不惹我也就罢了 若是惹了我 定叫你们好看 杨凯心中暗暗发狠 又在兵心骨逗留了一阵 杨凯这才告辞离去 与机遥打招呼的时候 竟然没有得到回应 搞得杨凯颇为郁闷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了 走出大殿 外面飘着雪花 柱青一身银庄宿过 竟没有用地缘阻隔 脚边还有一个一人高的雪人 奇丑无比 你一直站在这里 杨凯好奇地望着他 虽说让他等在这里 可也没让他站在这里 动也不动 柱青不答 指着旁边那个丑陋的雪人道 这个是你 是你大爷 杨凯白了他一眼 一脚将雪人踢碎 副手离去 柱青转身跟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巴雅鞠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恋本》 《五恋翼堂9》 《五恋本》 《四恋 null实时,万ress》 《五恋爱یا》 《五恋恋》 《六恋 before》 《六恋 quien弑或少程ھ尺妙登》 《六恋爱因此》 《五恋爱ось》